泰国有一个恐怖的干湿博物馆 可能当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许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博物馆的展品是什么 但是却不敢说出来 因为这令人完全不敢相信 可事实上这座博物馆的展品的确就是干湿 不过这里的干湿全部都是由最大恶极的死刑犯 被绞死后所制成的 因此这座博物馆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警醒泰国人不要犯罪 泰国的干湿博物馆分为多个陈列馆 有泰国法医学史馆 寄生虫馆 解剖学馆 病理学馆 四大展馆 在法医学史馆中 陈列了许多具干湿 这些干湿生前无一不是最大恶极的罪犯 其中有具干湿有个恐怖的称号 食人魔 细伪 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是 其实细伪是一个中国人 中文名叫黄立辉 1944年 黄立辉移民泰国 到了泰国后 由于体弱多病 他受到了各种侮辱和打骂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 他听说吃人心可以改善体质 增强免疫力 再加上当时经常传出 有小孩被残忍杀害的事情 所以他就有了吃人心的打算 并且很快付诸了实践 直接连杀了十几个小孩以后 黄立辉最终落网 但泰国警方 却将近几年所有的儿童凶杀案 扣在了他的头上 所以黄立辉最终被绞死 然后还被制成了干湿 工人参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